明天就是日本国内一年一度的马松城市 东京马松的举行日志 而日本现役马松最强的两位选手 大破捷跟色勒犹太同样都会出战这场比赛 就成为赛斯的其中一个焦点 虽然两人在赛场上总是上演着余亮之争 但在场外却是老朋友 这样一敌一友的关系是属难得 而且两人在不同方面都有日本马松一类的特质 而色勒犹太在半马以上的赛斯 甚至比大破捷更早成名 名气不比大破捷低的明星婆子 色勒犹太是在1991年12月18日出生在日本的奇遇县 父亲是个热爱帮仇的人 母亲也是比较少接触运动 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跟一个双胞胎哥哥色勒犹太 而他的哥哥也是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的人之一 因为受到哥哥的影响 所以色勒犹太从小学6年级开始接触田径 而且两人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同一间学校 在国三十一起参照全国遗传大会 并且获得全国第十名 最后两人一起胜读武藏乐生高校 虽然没有在全国高校遗传取得很好的成就 但凭他们兄弟两人努力 令乐生高校所持进入全国大赛 并且开始受到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到高中为止 色勒犹太的光芒一直都被各个奇态的出色成绩所盖过 但情况到大学时开始逆转 高中毕业后两人一同生读传统长跑名校 东阳大学的经济学系 并且成为对内的主力 连续师年度出赞日本大学南京的三代遗传 出云遗传 全国大学生遗传和三根遗传 其他在三代遗传中许过两次区间赏 而色勒犹太更加拿过四次区间赏 并且打破过疑似区间记录 两人也帮助东阳大学在三根遗传中拿下两次总冠军 2040年两兄弟从东阳大学毕业 并且进入了不同的实业团里继续当实业否则 由于两人在不同的公司工作 所以两人终于可以同场竞技了 之后差不多每一次都是犹太获胜 而他在1500公尺到全马的个人追加都比哥哥快 所以他的长马实力已经完全超越了哥哥 2016年时他也迎来生涯的巅峰 首先是在全日本实业团对抗遗传进走大会上 在他负责长达22公里的第四区以1小时02分45秒打破巨见记录 而且在八马实际用时1小时11秒 比他后来的日本八马记录还快 然后在2017年的东基马中先驻他的出马 但却因前八马配注力11分55秒的速度导致他后面跑蹦了 但仍然以两小时09分27秒 1210的成绩完成他的出马 在同年的9月16日他在捷克1小时17秒打破当时日本十年微波的八马记录 这一场也是他的名字传到日本以外地区的成名作 在大约一个礼拜后他出战柏林马来松以两小时09分03秒刷新个人最佳 但同样也是前八成他一块导致后八马掉输 在2018年再度挑战东京马来松也就是令他成为当时亚洲马来松皇者的一场比赛 汲取过之前的教训后他在跑法上跑的保守一些 以小时09分13秒通过前八马虽然曾经掉队 但却平他顽强的抑制不断超越非洲的选手 就以全场第二日本人第一的两小时06分11秒打破了陈锋16年的日本纪录 逐渐且打破亚洲纪录并且获得高达1亿日元的奖金 除了正式成为亚洲马来松一个外 还成为日本常跑界的标志性有物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到疲劳性骨折的影响 所以他在比赛后端时用小腿产生剧烈的疼痛 令到他出现气洒的念头 当一想起那么多人支持大洲不甘放弃 最后坚持到终点 证明日本跑手往常的意志力 晒后太阳上算有一阵子远离晒场 到年底参加普高马来松虽然跑了2小时10分25秒 个人在当时全马最差的成绩 但也宣布他强势回归 2019年他更在意2小时07分50秒 觉得黄金好像马来松的冠军 再次证明黄主人在马来松上一点也不逊色 在大约两个月后的MGC选拔赛中 设了他再次展示他大无畏的精神 比赛一开始就已经带出 虽然在37公里出BD2集团超越 但也看出他的黄蛇心态 除了大破捷外相信赛勒犹太就是日本长跑界的另一位异端 除了他的大无畏跑法外 还有他独特的训练方法 虽然他是一位马来松选手 但是他念时都不会跑超过30公里 因为他觉得马来松比赛到了30公里以后 已经与平时的训练没有关系 而是选手的心理和意志力的问题 而且他有一个习惯是马来松比赛前三天 会跑一次30公里的配处念习 与传统的降低跑量不愿强度的调整方法不一样 而且也不像日本大部分跑者一样过着苦行政的自律生活 反而爱喝酒和吃饮食 另外一般的职业跑者的最终目标都是成为世界第一 或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奥运会 在过程中绝对的金钱与迷利也是推动他们前进的动力 而一般人也不会直接承认是为了接力痒痒的东西才去跑步 但瑟乐游他却不然 甚至在他私立MGC选拔是后直言 我不在乎能否参加奥运会 我更在乎能否拿到1亿元的奖金 因为对他来讲跑步是为了赚钱 而MGC没有奖金 所以不是他的优先选项 总结在看过瑟乐游他不管是跑步风格或是言行直觉都不难看出他大胆不羁的个性 尤其是在2017年9月跟2018年2月实现后打破了冰封之小十年的两个日本常跑记录宣告日本常跑阶级用一个新的时代 至此之后巴马以上的记录在短时间内也不断被日本的年轻好手相机打破 就是瑟乐游他这种感冲 不走平稳路线的个性为日本的常跑选手鼓舞 因他们知道人体并没有所谓的极限 任何人只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持续训练都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常跑选手 而这就是由瑟乐游他所开创的新时代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分享